黑衣男一下計程車手持改造衝鋒槍 朝著鐵門瘋狂掃射 一旁機車騎士趕緊往左靠 結果卡在車陣中進退兩難 還有民眾嚇到怕被榴彈打到 直接往後跑 但槍手還不罷休 換了彈夾繼續 日15秒連開51槍 槍手立刻搭計程車離去 好像你在放兵炮的聲音 就砰砰砰砰很大聲 是還蠻害怕的 因為不只我們害怕 我們也會單身說路人經過 也會波及無辜 前犯似乎把檔鋪鐵門當成自家的靶場 可以看到鐵門上的通通都是彈孔 而且是全都貫穿 不只鐵門受害 停在騎樓的機車同樣也被波及 登殼直接爆裂 槍擊案發生在20號上午 這名17歲的少年 自稱是檔鋪的前員工 改造衝鋒槍開槍卸憤 警方不踩信認為跟幫派黑吃黑有關聯 但是否還有其他共犯 計程車問蔣就在現場 直擊槍手下車後沒關門 又在原地等他上來開走 是否涉及槍擊案 問蔣被列為關西人 有關計程車司機是犯嫌隨機攔下 但是是否有參與 我們還是要積極清查 光天化日下公然狂轟51槍 黑道惡鬥搶地盤 猖狂的氣焰已經橫踩 警方紅線 看內新聞到達成林玉君 台北上報道